一次关于狂欢节的闲聊 让我们确定了2024年的度假地 南美洲24天 行程28000公里 我们在巴西的约约热泪如 领约了奔放的三把风情 沐浴了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衣瓜酥瀑布 我们沉浸于布宜洛斯爱丽丝 阿根廷糖果的激情优雅 和莫雷若冰川的壮美 游连于智利百类国家公园 雄气的山塔和蓝蓝色的黑鹤湖 秘鲁马丘比丘和马拉斯盐田等印加文明遗址 以及彩虹山和提提卡卡湖 让我们觉得不虚此情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将围着这个领约的老城区逛逛 去感受一下黄荒舟白天的景象 并且围着老城区去看一看 它的几个著名的景点 前面这个造型独特气势恢宏的建筑 也是李约热泪如的标志建筑之一 它是一个大教堂 李约大教堂又称为天梯教堂 这里还有个转转器 转到那个塔上面去 可以看到它这个高楼 有个十字架你看没有 今天是星期天 昨天和今天我们试着找它的银行 一个也没有找到 更别说自动取款机了 商店大部分也是关的 只有买东西就是路边的摊 不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星期六星期天都关门 还是因为狂欢节 这个天梯教堂还是挺雄伟的 这周边正对的这个大厦也很漂亮 特别是它的墓墙 这个天梯教堂的投影 可以造到它的墓墙里面 不过今天好像这个天梯教堂也是关门的 在外面造一张像打个卡 这个墓墙可以容纳2万人 这椅子上面坐的这个 有让它睡觉的这个标说好低着呢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一个建筑呢 叫卡里奥卡高架渠 它呢是一个水稻 是18世纪中叶建成的 用于一家卡里奥卡河的河水 输送给旅约城市的居民的一个水利工程吧 街上到处可见庆祝狂欢节的人 水渠就在那了 那个白色的建筑 等一下你过去马路站那个平就去炸 打卡 打卡 它隔后面的天梯教堂非常的近 接着我们要去的是赛勒龙阶梯 它是一处世界著名的阶梯 共有215级长125米 赛勒龙阶梯共使用了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的2000多块瓷砖 它呢修建于1990年到2013年 是智力出身的艺术家赛勒龙的作品 被称作《我向巴西人民的致敬》 1990年画家赛勒龙开始翻修 沿着他家房子前面的破旧的台阶 起初邻居嘲笑他选择的颜色 因为他覆盖了蓝色绿色和黄色的瓷砖 这是巴西国旗的颜色 赛勒龙用他卖画所得 来维持这项漫长而泪人的工作 作品一直不断延伸 是否不会完成 赛勒龙称 这个疯狂而独特的梦想 只会在我死亡的那天结束 最初他的作品所用的瓷砖 来自里叶的各个建筑工地 以及街上的城市垃圾 但后来大多数瓷砖 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捐赠的 在2000多块瓷砖中 有300块是赛勒龙手绘的 描述一个怀印的非洲妇女 赛勒龙没有评论这一点 只是说这是我过去的一个个人问题 2013年1月10日 赛勒龙在台阶上死去 印证了他的说法 就是这里了 这一道街一直上去 这215街台阶 跟他们摘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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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摘吧 你就站在这里摘吧 跟他们摘完了 跟他们摘完了 台阶想爬上这个顶上的人 还真不少 这就是赛勒龙阶梯了 我们也不想爬上去 天气太热了 回去休息一下 晚上好到三八大道看表演 起来了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旅馆边上我们早上买水的小店 药店也关门了 所有这一片商店门全是关的 对面这个前面站着几个保安的 就是我们的酒店了 门口还用这个栏杆拦着 现在是晚上六点多钟 我们搭网约车再前往三八大道的路上 那个三八学校比赛场地 在街上好多只人等着 其实都是在这些地方也有跳的地方 到街上都是穿着 男的穿个短裙 女的穿个奶照 你看头上戴着兔 带着你的主要是带着那个几个羽毛 你看这个街上 他们走去荷场也可能 那么加钱不一样 通过街上 都人了 他们好多人拿了把扇 又可以上 你看这个穿着那皮鞋 然后穿了这个小裤子 奶照带着街上头的很多 这个男的他带了那个东西 他还是把它背在前面 地上的水 你别认为是水 基本上都是料 这条狗好大 这条狗 好漂亮 跑什么跑 花车 日花车来了 到时候 所以要到 本地人都是 一个生物的这个小飞包 本地人的包也背到前面的 本地人背到前面 还车外卷着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进会场的地方了 到那边 到那边 会场 爬高 走走走走 小心 准备进会场啊 走吧 好好好 小心啊 靠着这个栏杆往左边走 下半飞了 给你看着他在这里 照相的 你看有人在那给他照相 哈哈 他真的抢了 他反正说抢了半秒钟就没有了 他也找不到 他妈的才过去 啊 他自己过一个城市去吧 抢房间 哦 不知道 要拐河那边进去了 那里 对啊 卖你做的 但是你基本上不会做 排队排队 进场 还要过安检 还要过安检 看到你的袋子 钱包可能不要摸吧 小袋子 不要大的要吧 终于进了这个大门了 外面闹哄哄的 让最安全了 进看台 我们这4号看台 一路像打仗一样的 又热又赶 人又多 又怕被抢 好 这可进门了 进4号门 还要练一下票 OK 谢谢 Hello Hi Hello What's that It's a Coporation of the Night Yes OK Thank you OK Thank you Thank you 亮的可能 哈 爬了去找看台了 这是湿的出头 怎么这里也有 股料稍微啊 这里有买水的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号看台 我们进来了 下面那一个就是有位置的 要600多美元一张的票 在上面在这里 这是一些的看台 我们是从white上买的票 第四看台165美元一个人 也可以在官方网站上购买 价格都差不多 可是这个出票的票面 显示的却是298cb一张 相当于55美元 也不知道谁能够 以这个价钱买到这种票 我们是提前一个多月买的 买后几天 所有的网站上4号看台的票 就已经售完了 表演队从23号看台方向进入 裁判席在5和7号看台的中间 4号看台正好面对着裁判席 今晚和明晚是最主要的 桑巴比赛 每晚有六个特别组的 桑巴学校表演 谢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静待下集的桑巴表演 桑巴是一直在 桑巴上消费的桑巴 里的桑巴 是第二桑巴 里的桑巴 请结束